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設計開箱系列 我是設計總監雅梅 這次要介紹的空間是從一開始預售屋 就交由我們設計規劃的部分 當時我接觸到這個預售屋這個案子 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很少在新竹會看到的 它是一個長項格局 所謂的長項格局就是它有一個很 有一點長的走廊 其實這也是我們這次設計中的一個主軸之一 然後在我們的畫面中 我們就會等要一一的去做一個介紹 就像剛才提到的 預售屋其實有很多是屬於未知的 像未知的就是電箱的大小 像電箱我們這次隱藏的方式 就是用格紮的方式 去呼應我玄關的一個所謂的木質的質感 讓它整體是搭襯的 然後我玄關的電箱蓋 就也被隱藏得好好的 當然設計中我們從大門一打開 我一定會希望說 我的鞋子可以是方便擺放的 包含我所謂的一些透氣的部分 我們採用格紮的設計 讓整個透氣性是良好的 然後裡面會預留我們常用的開關 插座在這個區塊 在畫面設計中 我們解決了所謂的電箱的問題 其實我們還隱藏了 美化了一個地方叫做梁柱 像在格局中在靠最右側的部分 是原本建商的梁柱 這個梁柱其實在空間上 它跟我的電視牆很呼應 我們在設計的一個概念上說 那我們怎樣把它畫 菱角為平整 所以在這個區塊 我們設計了所謂的鞋櫃 其實這裡 我們還隱申了一個衣帽櫃在這個區塊 而且它是搭配我們整個木紋 它只要輕輕的推開 我推拉門的部分 就可以使用到裡面的空間 讓它關上的時候 又是整體的一個畫面 剛剛介紹完了玄關的格罩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電視牆吧 電視牆就是以灰泥的材質 搭配我們整大面的一個投影布幕 在這個區塊 投影布幕當然不外乎 就是我們要考慮到我們的設備 就是短焦投影 短焦投影其實它很單純 就是一定要有電 然後我的深度一定要夠 我的設備尺寸 我的投射距離 就是要考量好 在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在這邊也有一些小巧思 這邊我們有預留一個線槽的部分 讓我以後能夠做一個擴充的機能 在檯面設備上 我們希望它呈現得越利落 越清爽越舒服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一定不外乎 一定要再預留一個 所謂的試聽櫃的一個備用 試聽櫃的備用在這個畫面中 我們可以看到 它可以有透氣性的一個衝孔版 當然也可以展示性的一個功能使用 然後轉角過來就可以去 映襯我的這個吧檯一個設計 如同我剛剛一開始就說到說 我們在這一次是怎麼去改變 這個長項格局的一個氛圍 其實這個吧檯就是我們這個設計的一個重點之一 因為在畫面中 如果我沒做一個所謂的一個畫面的一個穿插 你會覺得我可能一開門 我就會看到所謂的朗道的鏡頭 我又希望它有功能 又希望它能美化 所以這次吧檯它身負重任 它在這個角色上就是非常的重要 不僅兼具的就是說 我男女主人都很希望 我有一個所謂的一個洗滌區的一個功能 親食的功能 甚至到說每個功能性都一應俱全 透過中討的一個畫面設計 可以區分出客餐廳兩個區塊 也讓畫面不會那麼狹長 然後設計中我們一定會搭配說 我們可以呼應我的一些食材的檯面 整體的一個設計 像這邊還有一個可以備用的一個小展示 或者是說你要做一些杯子的收納也是OK的 我們從一開始的預售物圖面 到最後成品的一個所謂的配置 其實都有考量到說 我的餐桌可以放到多大 我希望它的動線可以預留到多少 所以在這個區塊我們也是確認過很多 然後當然說在吧檯這一區啊 我們也會因應到一個實用性 在這一側我們就有預留一個插座 這吧檯當然就是說區分我客餐廳的一個功能設計 也是我一個點綴畫面的一個亮點之一 在這個畫面以外 當然它非常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有一個雙水槽 一個水槽在廚房 一個水槽在這裡 這個水槽我就可以 我在客廳我可能或我在餐廳想要飲用水的時候 我不用走到廚房 我這裡打開我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是說我這樣洗個水果 我也不需要用廚房 廚房的可能部分會比較油膩一點 我們可以做一個區分 其實在這個區塊也滿足了客戶當初的需求 但我在這裡也額外再提到一點 其實客片的時候我們有做了一點點小巧思 客戶就一直說 我好想要有雙水槽喔 可是我可能在客餐廳這個區塊 我沒辦法新增所謂的給水跟排水 我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透視整個平面圖的時候 我們就稍微有跟客戶討論到說 原本這道牆是建商的隔間牆 那要不要我們把這道牆拿掉 之後我們利用廚具 因為水槽就在旁邊 我們可以去做所謂的水槽跟水槽間的 一個所謂水路貫穿的一個活用的部分 你的功能又可以達到 讓你的使用性又可以提升 其實也是這一次滿成功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道牆我們也一樣讓它更有功能性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一些 所謂的一個裝飾性功能性的一個畫面在這裡 可以放杯子展示 甚至到我有一個鐵尖的延伸 讓整體的一個吧檯設計是完整的 設計中常常會聊到說 設計師我可不可以有拉門又有吧檯 的確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你有拉門也有吧檯 因為它的空間上 你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分配 其實它是可以完成的 當然在拉門設計上 不外乎就是我希望增加它的透光度 能阻隔油煙 然後在畫面上 這一次也是一個畫龍點睛的一個效果 我希望有黑色線條的一個概念 再達成空間中的一些舉步木紋 然後當然這還具有功能性的一個 所謂磁性烤漆玻璃 那整個畫面是我跟我的客餐廳 在這一區是滿融合的 在動線上 我們在餐廚區 預留了很大的空間 因為我們希望是在餐廚區 它這邊的活動性是寬闊的 甚至日後到所謂的 我小朋友的一個加入 在這一區是他可能可以做一個 預留的一個遊戲區 所以在這邊 我們是預留比較寬敞的區塊 當然在這個區塊 我們就因應到所謂的 我居家實用性的部分 居家實用性不外乎就是一些收納 可是我希望收納是 不要整面的都是 只有一排的所謂的門板櫃 我希望它是有畫面的 有層次性的 所以在這次的畫面設計 我們就錯落一些所謂玻璃門板 開放的一些空間 當然我們還是會考量到整個 所謂的一個動線上的一些考量 在預售物階段 其實就有用一些小心思在這個區塊 像剛剛提到的一個 長型走道的部分 長型格局 我們怎麼去改變 除了吧台以外 其實還有在一個區塊 我們也做了一個小改變 像你看到的書櫃這邊呢 其實在這邊的牆面 我也去做了一些所謂的退縮的部分 讓我的畫面設計 可以隨著書櫃延伸到走廊 讓你會覺得 我的走廊變更短了 我可以因應我的收納 我的線條顏色 而去做更豐富的一些畫面 透過櫃體的設計 我們在這一區 已經很明顯的縮短了走廊的距離 當然在走廊這個區塊 它既是廊到 也是一個所謂可以裝點家中 設計的一個畫面之一 走廊的部分 我們希望它是帶一點淡淡的一個 呼應到客廳的紋理質感上 所以我們用一樣比較淺色的灰泥 在這個區塊 不僅是說畫面上它是柔和的 它在映襯所謂的我的收藏品 或我的畫作 其實它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廊道也還有隱藏了另外一個設計 也就是我們這裡隱身了一個儲藏間 在設計中我們考量這裡的動線 所以我們這邊是使用折門的部分 那它的開啟的開口方向是比較不佔空間的 開口的口徑是大的 畫面中除了牆面的造型以外 我們也會希望說 我天花板的造型除了照明 小砍燈 線條燈以外 我們還希望它可以兼具所謂的一個功能性 其實在這個空間中 我們還有隱身的一個叫全熱 全熱不外乎大家的印象中就是 我有很多的管線要預留 我要怎麼去隱藏 我要怎麼去走線 其實在這個區塊 我們用線性的一個概念 隱藏了全熱的管線 我們可以看到天花板中 我的四周圍有一個所謂的 框式的一個線條 這個框式的部分裡面 都是隱藏了一些管線的部分 可是我又希望我的天花板可以高一點 當這個層次落差比例很大的時候 設計師就藉由我空間中的黑色的元素 貫穿整個空間 讓畫面上更有層次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我們的主臥 我們主臥有分兩區 一個是睡眠區跟更衣間區 其實在那時候預售屋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可以做一個基礎的配置 所謂的基礎配置就是 我們會考量到 電 插座 開關 一些基礎功能的一些配置 甚至說我哪些隔間牆要先保留 哪些隔間牆不需要 像很明顯的 在這一道我身後的這道隔間牆 它就是我們後來設計的 在這個區塊 就是一成品真的實際房子蓋好之後 我們再去Layout這個空間 最後定案下來的一個空間分割 這次的重點是希望更衣間搭一點 然後我希望我的睡眠區 它的雙向走道是舒適一點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何達到這個平衡 當然我們首先第一個條件 一定是要考量的是 我床頭左右兩側 我這個邊櫃的比例是OK的 我下床的動線是OK的 其實其他的我就可以保留為 我更衣間的一個空間 在設計中 我們希望畫面是簡單 有質感的 有一個亮點的 所以在這一區 我們就用比較簡單一點的黑色線條的元素 去做主空間的一個表達 主握床頭造型 當然是我的重點之一 從舒適度的考量 到所謂的鏡面質感的表現 搭配一點小小的奢華感 度態條的一個線條 到整體的一個大理石紋的一個寬敞感 其實是融合了整個畫面 讓整個畫面是具有有飯店感 也有一個溫馨度的一個表現 在格局中 床的位置就會跟我的廁所門 它是有點對道的 我們希望它可以去隱身的 可以去美化的 所以這邊不會選用太多 太複雜的一些設計 這邊我就選用金屬材質的塗料 讓這一面牆是負有光澤度的 在光照射下 本身就帶著一點微微的光澤 其實它就很漂亮了 不僅設計上的顏色考量 我們還要考量動線上 其實它在動線上 我們用推拉門的方式 也可以讓我所謂行徑的距離 可以去縮短一點 更衣間的設計不外乎 當然就是功能需求 因為我們主要設計是 我要防止灰塵 所以我們做一些門片式的櫃體設計 當然在這一區 我們預留一個 所謂飾品櫃的部分 那未來可以在飾品擺放 可以放在這一區 因應這幾年 除了空調基本的一個 冷氣設備的需求 我們剛才有討論到 全熱 全熱我怎麼去隱藏它 在這裡我們其實也隱藏了 一個叫除濕機的部分 除濕機就在我這更衣間的天花板上 成屋之後業主有提到說 我有除濕機的一個 調零除濕的一個需求 我可以擺放在哪裡 那當然就會提到一個就是 它會有一個機體高度 它也需要一個維修口 在到底在哪個位置 是不會影響我的天花板設計太多的 所以我們在諸多討論之下 我們是選擇在更衣間 因為更衣間的部分 第一它的空間 它是夠大的 高度也是夠的 所以我們留下來 我基本又可以融合 所謂機體的一個高度 剩下的就是我的櫃體的高度 兩方是可以去做一個分配使用的 在管線的行徑也是順暢的 這個區塊也是蠻加分的 在更衣間這個區塊 基礎照明當然是必須的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氣氛照明來做點綴 像是層板下的線條燈 包包櫃裡面的線條燈 它都可以讓我們整個飾品 或者是包包的質感大為提升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設計開箱介紹 裡面的設計內容不外乎就是 動線的配置 然後設計材質 到所謂的整個整體氛圍的一個營造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我們業主 很用心挑選軟件的一些配置 沙發 窗簾 甚至穿桌椅 讓整個氣氛氛圍 是可以達到設計上的完美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內容 你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